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我们不要聊这个好了 我们来聊聊全新死痘改版的立地安怎么出装好了 奥义基本上是完全不变的 一定是荒芜、庇佑跟电污 装备的部分是参考MS的KISS初吻的一个配装思路 之后再稍微改了一下 主要的装备核心就是穿透鞋还有这个穿透小面具 之后再加上荒芜跟电污的一个穿透量 基本上会来到220多 连忘记数字是多少了 如果是打对方没有出魔防装的角色可以形同裸体 那在这个版本莉莉安的影响基本上是不太大的 现在还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中路位 但是伤害其实已经比之前低了很多了 尤其是这个魔攻加成 然后变身时间都遭受到削弱过了 所以大家趁现在还可以玩它的时候赶快玩 不是那个玩 那你可以看到呢现在已经1分50秒了 我家打也在下半步所以我靠下面 那这个图轮呢是没有发现这个时间点 导致他第一时间被打残了 那这边呢他家刀锋就葬送了这条姓名 我们成功的拿到了一个双杀 我们这个幽影马家 成功的制裁了对方的中路 那这一场呢是排位13解说 我们这边呢前期是拿到了一个优势 然后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 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习惯啊 因为我喜欢跑线 所以我会在买小法球的时候之后 就直接先预购这个鞋子 法穿鞋 为什么呢 因为你出到这个法球大法球之前 其实你会有一段很长的空窗席 那这段时间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跑线的 所以我先有这个数字短学 我可以增加伤害同时有跑线能力 但是呢我可能就会延缓了一点点 大法球出来的时间点 不过没有关系哦 因为我觉得那插纳了两分钟左右 其实影响不大 但是前期没有这个跑速的话 是很容易阵亡的 那今天呢也会教大家如何在顺风的时候 利用莉莉安去滚起这个非常巨大的雪球 这边抓到了对方的图伦 这个哎 这里飘移了一下 赛车技术在这里也通用 这个人物经常会报聘卡住卡住的哦 我们这里呢再回到中路 对方图伦是残血回家 我们可以直接迅速把冰刷掉 那记得多利用莉莉安狐形态 变回人形态的这个大招伤害 去清兵 速度很快 这边抓到对方的刀锋 这刀锋还想吃这个小小块 没关系直接运助他 上去一个一技能爪三下 就直接爪下去一个二技能 元气弹直接把他炸死 就直接回中 那这里呢回中路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到对方的中路 这时候呢就被对方图伦中路电了两下 电的我不要不要的 没有关系 我们让他知道我们有多漂亮 等一下就换我们电他 这边一个二技能穿过小兵之后 再一个一技能 那我们这边有双buff哦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尽量的扣着这个一技能 除非他真的不想跟我们打 我们再拿来清兵 否则我们就尽量去压制对手 他这边再朝对方的野区前进 下路就不用去了 因为那个小兵基本上 我们走到的时候已经快没了 这边 哇你可以看到 这个距离被削弱 我记得这个版本已经被削弱过距离了吧 我记得一技能的伤害点满是900 在之前的版本 然后销入到800的时候呢 连带的距离一起削弱 我记得有这个改动资讯 但是你们现在看到的第二张 是我从体验服的资讯结出来的 我在官网那边其实我没有找到 我觉得官网那边找 那个改版资料 我找得很辛苦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额外设立一个改版资讯 而把一大堆的 杂七杂八的那个公告 全部都混在一起 然后他那个改版资讯也不是当天日期 就像他5月22改版死斗 但是呢 这个死斗的改版 你也不会在5月22的公告里面找到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刀锋想要杀我啊 这个距离算好之后呢 这个刀锋大绝要出发是比较困难的 在这个版本刀锋没有加速 他必须要走过来先丢到这个大招 才慢慢把我杀掉 我们这边就直接回家 我们就稍微加速带过 那中国兵线已经要到了 我们就第一身前往可以看到我们的队友 这已经正在靠近了 不过我第一身没有发现 没有关系 我们二技能上去接大招 再补一个一技能 直接把他收掉 之后把兵线给清理掉 就可以去跑线支援 这边呢 我们可以直接去塔杀上面这个勇 我们现在有一个绝对主导权 可以看到刀锋不在上面的话呢 代表他已经在下半部 这边他一个半血 结果他交了一个瞬移往塔内 这个是 不给投 可以 没有关系 我们就这边 教大家一个清兵小技巧 这边呢 我们直接二技能往内 之后利用大招无敌时间 直接飞出来闪掉这个塔的伤害 加速的这个把兵清掉的一个小技巧 那这边呢 再教大家一个吃野怪 降低速度的一个小技巧 这个 不知道为什么我人物网上从来没取消到 那莉莉安经过多次削弱之后呢 他接下来还会再砍 砍什么东西不知道 但是我比较希望砍衣服的布料 但是就算他在削弱 只要不要砍到核心内容 基本上莉莉安 一直都会是一只可以玩的中路角色 他的机动性呢 跟他的操作性质很好 那么这里把对方图伦打残 你可以看到这边对方图伦还没回家 这边他又 抖了一下 吃了一下我一技能 这时候呢 我们直接 抠了一个团队 去拆这个中塔 可以看到呢 这个图伦没血的时候呢 他清兵能力基本上是非常差的 再加上他们只剩一个辅助 这边他们是不可能守住这座塔的 就这样子持续的滚起这个血球 接下来就是内塔了 我们这边呢 要尽量维持自己的血线 绝对不要轻易的让自己有 送血的一个情况 你要维持血线 你才会有办法压对方野区 压对方的野区呢 才可以同时限制对方打野 跟辅助还有线上人的一个发育 就这样子 持续的利用二一技能消耗 就这样一套一套消耗 如果他们半血呢 他们就更不敢走出来 那我们这时候呢 我们也不急着清兵呢 我们只要三路兵线同时带进去 吃对方的野 就这样子持续的压制对方 那这一波没有退掉塔也没关系 你有注意到血量吗 等一下呢 在中路或转线的时候呢 对方又没有办法守塔了 我们就这样子来回转 因为在MOBA游戏呢 兵线来说中路一定是先到了 所以会有一个交叉的时间 就是中路兵到对方塔下 之后呢 没了之后 下上下路的兵线也会再到对方的塔下 所以呢 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转线时间点 就这样子 你可以看到中路兵又即将进了 我们自己呢 就可以再找机会 这边抓对方的刀锋 晕一下之后呢 直接把他打到三分之二血 就这样持续的压制 这边对方想要出来 我们也不要急着想要跟他们打架 我们就是这样持续的消耗 这边对方终于出来了 我们这边稍微消耗一下对方的刀锋 先往后拉 至少要确保我们自己不死 因为队友有时候是没办法控制的 那这边呢 我们这种打完之后呢 两边又残血了 这时候 边线的兵又要进去了 这边由于下塔已经推掉了嘛 我们就直接转上塔 这边呢 就找到一个好机会 直接上去变身的弧形态 把一技能直接爪三下 收掉之后再往下 那这边已经没有办法再转中了 因为这边我们的状态有点不好 那我们就持续的收掉对方野区 让对方的收入呢 只有在塔下跟塔抢这个小兵的经济 这样子才能够最大化的去滚起这个雪球啊 我们这里就蹲到这个草丛 那这边呢 蹲到一个刀锋 一个一技能上去爪他三下 他这个大招减伤慢了 我们直接二技能回头把他收掉 这边丢个连气弹 对方的这个 利用数字闪一下 就再变身 缓速跟伤害直接把他秒杀 那状态不好我们就直接回家 那我们这边中了一件哦 差点就刷起来了 没有关系 等到下一次他削弱莉莉安的体质的时候呢 我们刚刚就是会死的一个情况了 那这边我们先回家吃一下自己家的蓝buff 就顺度经过的时候再收散野怪 我们这边呢可以朝凯撒直接去进攻 但是要小心对方如果要来偷的话 我们要尽量的以打人为主 这边利用一个变身 消一下对方的辅助 打残他的血量之后呢 这边我们家女超人漂亮的一个套索 直接把他给收掉了 这边呢 我们应该还可以再尝试做一波凯撒哦 但是这个女超人上去之后看到对方 刀锋在这个草里我们直接上去来一套 变身直接把他抓死 这边又看到一个勇 这个勇呢也是 不要命了没有关系 我们就成全他 那我们这边再去压对方的中央 因为对方打了三个 其实这波是有机会可以结束掉游戏的 但是对方的这个艾翠斯呢是有无敌的哦 所以我们不要勉强的进去塔杀 这边呢等他无敌开完之后再进去 但是小兵已经没了 这边有点危险 那我们的这个齐尔呢 英勇战死化为灰烬 直接把对方中央换掉 这波是亏的哦 因为能不要换头就不要换头啊 那我们这边 这边就先把血量给回起来 再看兵线还有对方复活 谁能再决定要不要去做事 那把血量给回起来的同时呢 这边可以看到对方都复活了 那我们就收完这个蓝buff之后 直接转这个凯撒 因为这个时间点 对方想要出来打架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只要把兵线给清完之后 对方会有这种草丛压力 除非他们非常的不怕死哦 不过不太可能 你看到呢 这个马甲给了十足压力 只要我们有人在做蹲点呢 其实他们这边也是会非常危险的 迅速吃完之后呢 这边直接强行的再压一波 我们这边就不用回家了 凯撒会帮我们回血 找一个时间点 我们就直接秒准对方的后排 一技能的伤害是非常够的哦 在有凯撒的情况下 那再加上我们有先出了一个 法穿鞋跟这个小面具 我们就找一个机会 持续的去下落对方后排 那我们这边 这个紧两枪直接把这个勇给 变变掉了 直接一枪变掉了他脑袋 那我们这边中路的兵线进去是很容易被清掉了 我们优先把下打给点掉 这样会有同时两路兵线进来 之后呢 找一个时间点就可以直接把对方的基地给点掉 那这边抓到对方刀锋那个失误 一个连段上去爪他一下 三下直接把他秒杀之后结束了今天这场 国民女友莉莉安的山姐说 那么今天影片就结束啰 音乐影片不错可以帮我点个订阅喜欢 同时打开小铃铛 有任何想法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诉我 我们就下部影片见 拜拜 哦 unk